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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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时皇帝已经说过自己没睡好 为什么还要找路易玩锤丸呢? 因为玩锤丸不是为了玩 皇帝另有目的 而这个目的路易猜到了 严松要来找皇帝 皇帝就借路易的手 故意飞出一球吓唬严松 警告他犯了严重的错误 丢失了机要文件 路易如果没有皇帝受益 他不会冒失地在皇帝面前做出这个举动 后来他和皇帝交换了眼色就是证明 路易也在试探皇帝对严松的态度 惊吓冒住生命危险 策马捡起手环 是路易第一次对惊吓时实在在的心动了 送给惊吓手环 使路易确认了自己的心意 决心去惊吓 惊吓对路易来说是一种救赎 惊吓的性情纯真 从一开始就不畏惧路易的冷面和地位 凡事都据理力争 和路易以平等的态度进行交流 这样一个不矫情的女孩子 对一直在冷酷的权力争斗中长大的路易 很有新鲜感 让她逐渐回归了正常人的七情六欲 历史上的路易确实有一个搭档 矫章成德 15岁的路易亲手误杀了自己的好朋友 这一部分被删减了 剧中用路易擦刀的镜头交代过路易的好朋友阿德 在紧一味残酷的自相残杀中 阿德主动撞上路易的刀 成全了路易 其中有一个细节 当阿德拿住刀冲向路易的时候 路易一直站住没动 他们俩人是同样的想法 都想牺牲自己成全对方 这样的细节很好的交代了路易成长过程中遭遇的残酷 再加上亲眼目睹母亲被害 路易的冷面表现就有了适时的铺垫 路易为什么会梦见金夏小时候 他们小时候并不认识也没见过 距离这一段的潜因被缩减了 金夏曾经告诉路易他小时候家门口有识狮子 林依怀疑金夏是姐姐的女儿 那时候路易已经想到金夏和夏家有关系 男女主的感情线和事业的发展都在真实历史的框架下 路易父亲陆婷在历史上真名陆炳 代表了明朝锦衣卫的巅峰时期 他无尽是出身 文武双全 当时朝内有颜家 夏家 陆家三大势力 而皇帝需要制衡各方势力 三方必定要舍去一方 最后夏家成了权力争斗的牺牲品 如今锦衣之下已经成为古装偶像剧的经典 任家伦也因这部剧圈粉无数 还有一个大家没想到的是 本来女主角选的是吴锦衣 后来也是因各种原因吴锦衣没眼 世上是有很多的巧合 也有很多的不确定 但凡事都怕认真二字 认真是成功的前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